六四跟九六之间我跑过六趟 九六是第六趟 为什么进去了五趟 第六趟被遣返呢 不知道 我到现在不知道 当然共产党他不解释 他愿意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别人你也不知道 那么多年轻学者看到林佩瑞这个先例 也经常问我那几年 到现在还有人问我 你到底做了什么让共产党这样对待你 我只好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更怕 你这模糊的一种怕 比清楚的一种怕还要可怕 你知道界限在哪儿 你可以在里面去运作 你不知道在哪儿 你更是怕 所以他故意不说 那有没有也一样在这个隐形黑名单上的其他的学者给过您一点提示 或者讲过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有没有交流过这方面的问题 其他上了黑名单的学者跟我一样他不知道 只好猜 我情况最像我的是我的朋友李安纽 各大的政治系的教授 他也是为了什么不知道八十年代上了黑名单 然后到了99年 我们合编了一个天安门文件 天安门papers 是我们俩合编的 外面很多人以为我们上了黑名单 是因为天安门papers 但并不是 他和我都是90年代已经有问题 他的早期的问题 我不知道 我估计可能是他编了李治隋的回忆录 那本书 他参加编辑也写了个序 这当然共产党发火了 我可能是一位方黎智的事情 很可能是这个编过 我猜想我告诉你一个推测 我还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个推测 是因为8889年 我是科学院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美国的科学 来带他的现代化 所以我做一些不规则的行为 他因为不想得罪科学院 那年的二月 有一次乔治布什到北京去请宴会的事 请方黎智去 我陪同 我们被拦 不能去 是世界大新闻 这个也恼火了共产党 可是恼火了共产党以后 过几天 官方间接地来告诉我说 我们决定淡化处理这个事情 我对淡化处理纳门 你得罪我 你还淡化处理我对你的得罪吗 didn't make sense 但是 可是后来我想 他是认为 我是非常得罪了他 但是他不愿意谴责我的道理 是因为我是科学院的代表 他不想冒险科学院翻脸 因为科学院是很赞成我的行为 他们写信专门告诉我 Frank Press 科学院的 科学院的 这个 这个 一把手 写信 恭喜我的行为 嘿 共产党不想得罪 美国科学界 可是呢 到了 94年 95年 他慢慢地意识到 林培瑞并不代表 科学院 林培瑞是个稿文的 也只是那一年做翻译 做主任 所以我们可以把林培瑞跟科学院分开 科学院的那个交流委员会 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那里头有一些汉学家 对我意见很大 他认为 我用我的位置去抹黑了他们的一个成果 他们搞那么多年 他把这么一个交流规划弄出来 然后林培瑞陪方黎芝去布施的宴会 去使馆等等 他们很反对我这样做 他们我不知道 可是我估计他们跟中国官方透露了消息 说这个人跟我们是不同类的 你虐待他 不影响我们这些朋友关系 这个推测 我到现在没有具体的证据 可是有一个门路 我想可以找到具体的证据 我想是这样 所以呢 为什么五六年之后 他才下刀 我想可能是把我跟科学院分开 看一个证据 kry雷 钙